基督教的东海大学跟天主教的静怡大学 有一个显为人知的共同传统 那就是每一年在复活节前后 两校都会轮流举办联合祈祷会议 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 除了为双方的学生跟教职员的人祷告之外 也为国家来祈祷 希望能够以上帝之名 一起为高等教育工作 来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众人一同唱起诗歌 气氛装眼肃目 为了促进宗教交流 基督教的东海大学 与天主教的静怡大学 有一个显为人知的共同传统 每一年都会在复活节的前后 两校会轮流举办联合祈祷会 在同一个信仰下 虽然有不同的传统 可是两校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多年来 一起在祈祷中 然后发现我们在教育工作上面的天职 譬如说我们在两校 都很努力的推动校园的USR 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爱心 能够从基督 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价值 能够传给社会 今年由东海大学负责主办 悬载醉剧特色的陆思义教堂 而校方也表示 这项联合祈祷会 从民国86年就开始 至今已经有23年的历史 除了为全校师生祷告外 也为国家祈祷 说以上帝之名 一起为高等教育工作 来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这个祷告会 我们会为金益大学祷告 也会为东海大学祷告 我们也会为国家祷告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学校 一个机会可以聚在一起 一起祷告 一起敬拜神 那我们也是希望 借着这样的一个 联合祈祷的活动 一起来关心台湾的高教的议题 那也很关心我们两校的学子 在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环境 所以我们两校在一起 彼此祝福 彼此勉励 而难得有如此缘分 两校师生都相当珍惜 也期盼透过联合祷告会 为彼此搭起有一桥梁 这是沉默汉台中采访不到